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真的 因为我爸爸都是南下干部 我爸爸说不要信这些违心的东西 从小就是 姐妹间说 哎呀 我们两个好 就拜金兰姐妹 我爸说这些都不好 这些是帮派的东西 所以我从小都很正能量的 然后后来呢 你知不知道 后来我也没有说刻意信服 因为我奶奶是终身信服 我的姑妈也是终身信服 我姑妈是终身吃素 去世的时候才七十多斤银座 都很虔诚 那你身边有没有回族的朋友 有认识回族吗 没有 那你对回族这个族群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它是我们汉族人和外来族的一个融合 更多的是我对他们是一种尊重 我认为任何人是信任何教都应该得到尊重 但是我呢 说是我信佛教我也不是很虔诚 我做不到每一天都吃素 每一天去拜拜 但是我都是心存善良 我要做善事 我要那个 我有这个善的这个基因 但是我呢 对别人信那个 别人信什么天主啊那些 我都是把他们看 看着说 哎呀 他们有信仰真好 这个心有所述 我就觉得人不能没信仰 我说不论你信什么 一定要有信仰 你做信仰 你这个你才有这个 正能量的来源 正能量的来源 你做人你才有一个规范 我什么事不能做 什么事能做 反正我 我觉得伊斯兰那个也挺好 他们好钱 这媒体 只要一那个放下什么东西全部就要那个 我们我们中国人现在真是 我们没有信仰是很糟糕的 我们这代完全是垮掉 是 真的是这样的 反正我 我很尊重他们 很好很好 但我觉得好像我们好像西部的回族都是信马的哈 信马的挺多的 我感觉他们可能就是摩汉族和外来族的后遗 那你有没有了解过伊斯兰教其实是信什么的 就比如说佛教是就是追随释迦牟尼 佛陀的这个教导 那你有没有了解过伊斯兰教是信仰什么或者追随谁 我 没有了解过 我没了解过 那你前面也提到你觉得有信仰很重要 但你又不是特别虔诚的信仰佛教 那其实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他有没有一个神呢 有 肯定有 你觉得这个神是不是一个呢 肯定不会是一个 你觉得有很多个神 很多个 那如果有很多个神的话 你不觉得这些神之间会有斗争和冲突吗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而且如果就是我们对神的理解应该是全能的 对吧 应该是超出人力的 那如果他是全能的话 他何必还需要其他的一些神来帮助他们 如果神是全能的他自己就足够了 掌管这个世界是不是 哎呀这个就比较深奥 我我认为 世界美美好也需要人人类的那个嘛 你不可能全靠他们那几个神嘛 因为你看我们就是观察世界上的规律的时候 比如说在物理化学里面 我们发现它的规律特别的 就像道家中国道家说的 就是有一个道 它特别的规律它特别缜密 就像比如说天体运行的那个方式 和电子绕原子核的旋转的方式 从宏观到微观都是一样的 然后哎 当那个科学家们学习的时候 他发现好像就像是同一个画家画出来的一样 风格是一样的 所以你觉得如果说只有一个神 就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唯一的神 他是掌管世间万物的 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就说不说得通呢 也说得通 好像说得通 但是我跟你讲 现在有个现象就是 著名的这科科科科学家 他当当是学这个专业的时候 他肯定是唯物主主义者 到了晚年 他们都信仰了 是这样 那 包括爱因斯坦 他最最后他也信教了 说明说明就是除了世界之外 就是我们很多人 人类认识不倒的这个层面 肯定是我们未知的领域肯定是存在的 就是灵魂啊 神啊 肯定是有的 因为我发现 很多超自然的 是肯定是有的 现象肯定是 只不说我们没有做认识的手段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您就是认识其实挺深刻的 也思考很多 然后正好我们几个是信仰伊斯兰教的 所以我想简单跟你介绍一下 伊斯兰教的信仰 花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其实我前面已经提到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神 就没有阿拉伯人的神 中国人的神 没有这样的 全世界的人都只有一个神 这样的话其实就造成人们团结 因为只有一个神 我们都来自于都是同一个神所创造的 这是第一个信仰 然后就是第二个信仰 就是这个神创造了人类之后 他需要告诉人类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否则人们就活得很迷惘 所以他为了教导人们怎么样去生活 或者怎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 他会启示给人们 就所以我们相信 穆斯林相信 神在历史上给人们有多次的启示 包括圣经是启示 包括犹太教的经典是启示 包括古兰经是启示 甚至可能在中国也有过 也有过启示 只不过我们已经不记得是哪一个了 然后神启示人类的目的就是 教导人们怎么样去生活 以及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他不可能直接就掉下来一本书给你 然后你自己去看 他需要有一些人来传达 所以我们相信在人类历史上 有许多的先知和使者 这些人他们也是凡人 普通人跟我们一样 只不过他们接受到了来自于神的启示 来向人们就相当于 以身作则的去教导人们怎么样去生活 以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传播 对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也是一个使者 我们相信摩西也是一个使者 穆罕默德也是一个使者 然后甚至有人说 释迦牟尼可能也是神的一个先知和使者 有人说孔子可能也是神的一个先知和使者 而他们所有人的使命是一致的 就是号召人们去认识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认识到只有一个神 而且伊斯兰的信仰 你看其实都很简单 有一个神 然后我们相信有后世 没有前世 就是我们是被创造的 但是我们相信人死亡之后 会有一个末日 末日之后人会复生 然后复生之后会接受审判 你所有做过的善行都有善报 你所有做过的恶行都有被记录 有善恶的这个概念 然后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 伊斯兰教里也有 善行更多的人可以进入天堂 恶行更多的人将会进入火力 然后 这个和佛教是一样 对 你看世界上很多宗教 它都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 都要善良 对 那就说明其实所有这些宗教 它都是有一定的共同性的 有一个同源 而穆斯林就相信 其实所有的这些源头 因为都是同一个神 同一个神所启示给不同民族 在不同的时代 但是人们在了解它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接受它的过程当中 增加了一些 比如说本民族的文化的东西进去 或者由于人们的局限 理解它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限制 所以产生了现在的一些不同的 这些分类 比如说有佛教 基督教 天堂教等等 但我们相信实际上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宗教来的 我们把它叫做伊斯兰教 而伊斯兰教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顺从 就是顺从造物主的意思 所以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你看 其实发现了解过了以后 觉得好像也不是我们在新闻中 看到的那样 不是暴力的 或者说不是很落后的 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是暴力 我觉得有信仰是对的 没有信仰这个人很迷茫 而且对生死就是没认识 而且像你前面所说的 有些人他可能声称有一个信仰 但是他不一定去践行 就像你说的不是那么虔诚 可能只是一种像保险一样的 有也好 没有也好 但是伊斯兰教的信仰 他像你前面也提到了 穆斯林好像很虔诚 一道时间就要去礼拜 那你看穆斯林有五样公修 一个是每天五次礼拜 对 按时礼拜 然后每年在摘月要封摘 封摘就是从黎明到黄昏 不吃饭不喝水 每天都是一个月 然后他们每年 一生当中会去卖家朝劲一次 然后又 对 还有就是 有一个每年要有一个义务的施舍 每年存款的2.5% 四十分之一 一定要拿出来给穷人 去镇计穷人 去帮助别人 对啊 所以所有这些都发现 好像穆斯林的信仰 是真正的实践到生活当中的 你看他每天的礼拜 他每年的风摘 他一生当中的朝劲 他给予别人的施舍 好像这样的 就是一个信仰体系 帮助人们真正的做到了 就是把信仰带到生活当中 而且把善良具体化了 就很多人都说 我就是一个好人 我想做一个好人 但究竟怎么样是一个好人 怎么样去做 好像没有特别清楚 但伊斯兰教 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清楚的 很好啊 觉得有道理是吗 所以我鼓励您 可以多了解一些 关于伊斯兰教的 如果你觉得有道理 你可以接受伊斯兰教 因为像你前面说的 首先我们是尊重所有的宗教 但同时我们也去探索 哪一个是真的 因为那个中国道家说 就是首先大道质简 最高的真理一定很简单的 对 我们觉得伊斯兰教很简单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 谦卑和可以说真诚 如果我发现了真理 我愿意去接受它 如果我觉得这个 我愿意 对有道理 那你是不是觉得 伊斯兰这些都有道理 有道理 那你觉得你是不是要成为一个穆斯林呢 而且其实成为一个穆斯林 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其他的宗教可能还要什么洗礼啊 这些的 伊斯兰教全部都没有 想要接受伊斯兰教成一个穆斯林 只需要说一句话就够了 知道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穆斯林每天都会说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神 只有一个神 穆罕默德是神的使者 就这么简单 穆罕默德是神的使者 对他就是来告诉人们怎么样去生活 所以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事物值得崇拜 这些偶像啊 人们崇拜的这些什么徒弟爷啊 财神爷啊 包括佛像啊 我们认为这些都是人造出来的 他们是没有任何力量的 没有任何神力的 真正的神是你看不见的 真正的神是超出人类的想象的 对对对 是我们不能所描述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就这么简单 就是世界上只有这一个神 没有其他任何的神 有任何的神力 我们也不相信那些占卜的算卦的 也不相信那些所谓的伴仙 对 所以你觉得你愿意成为一个穆斯林吗 今天就只需要说一句话 但之后你怎么样去践行 是你自己的事情 穆罕默德是神的使者 对 包括耶稣也是 摩西也是 释迦牟尼可能也是 可以吗 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念这样一句话 先用阿拉伯语 然后再用中文 就你知道意思 可以吗 OK 这句话用阿拉伯语是 可以伸出一个手指 就代表只有一个神 中文的意思是 我作证 你用中文说 我作证 我作证 没有任何事物值得崇拜 没有任何事物 除了独一的一个神 除了独一的一个神 我作证 我作证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 是神的使者 是神的使者 恭喜你 你已经成为了一个穆斯林 然后之后你可以更多的去学习和了解 然后你会发现 他是一个很有道理的 阿拉伯语 我记不住了 你还是照我作证 中文的意思你记住就可以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事物值得崇拜 除了唯一的一个神 阿拉伯语是他的使者 就这么简单